一千零一夜第四十九夜 业务将领沙克扎德接着讲故事 幸福的国王陛下 那女子低下头去沉思良久 然后抬起头来望着舒尔康说 你只管放心就是了 你是我的贵客 理应与我共饮同餐 对坐畅谈 你在我的保护与关照之下尽可放心 凭耶稣启示 假若天下有谁敢伤害你 未等他们接近你 我便击对他们 我若有意害你 我会立即动手 你怎能活到这个时辰呢 女子吩咐女仆端来饭菜 她把每样菜都尝了一口 舒尔康也走到桌旁吃了起来 女子感到高兴 陪她一到进餐 直至二人吃饱之后 他们洗了洗手 女仆又端来饮料 美酒和金银水晶杯 女子首先蒸满一杯 就像吃饭时 先尝一口那样举杯 一饮而尽 接着她又蒸满一杯 递给舒尔康 舒尔康一口喝了下去 女子说 喂穆斯林 你瞧瞧你生活的多么舒适 女子与舒尔康对坐 畅谈之喝的 舒尔康明定大醉 不情人事 其实她一方面醉于酒 另一方面醉于情 女子对一个女仆说 麦尔加纳 给我们送几件 乐器来 遵命 女仆离去片刻 取来格鲁吉亚 四弦琴 波斯吉他 塔塔尔笛子 和埃及 竖琴 女子接过四弦琴 调了调弦 轻弹欲止 随即发出 玉尔的轻声 柔似甘霖 她边谈边唱道 上帝宽恕你的眼 你的眼 硬血 将人体 射穿 情义本开 称颂 同情怜悯 罪一般 慧眼曾为你熬夜 成心足可使你开言 你是君王 判我罪 我愿以命 筹买判官 一女仆站起来 怀抱乐器 用罗马语 唱了一首诗 舒尔康听后 感到异常兴奋 随后 女子也唱了一首 希腊语的诗 女子说 喂穆斯林 我唱的诗 你不明白什么意思吧 是的 舒尔康答道 可是 我用你的手指 弹奏的 女子说完笑了笑 又说 如果我用阿拉伯语唱 你该如何呢 舒尔康说 我将克制不住 自己的神情 女子抱起四弦琴 换了曲谱 吟唱道 别离滋味苦 你怎么能够忍耐 我平生有三味苦 拒绝离别和遗弃 淡得美男子将我俘虏 遗弃 滋味苦已 女子唱完 回头望望 舒尔康见他晕了过去 躺了一个时辰 方才苏醒过来 他回背着那歌声心中 甚感快慰 女子与舒尔康 再度边饮边乐 直到夕阳夕尘 夜幕垂空之后 女子方回世就情 舒尔康问女子 哪里去了 人们告诉他说 他休息去了 舒尔康随口说 阿拉又虎 次日清晨 一位姑娘走来 对舒尔康说 我们的小姐请你 到他那里去 舒尔康站起来 和姑娘一道走 二人走进 女主人住处时 女仆们敲打铃鼓 唱起歌来 歌声一直将二人送至 一座镶嵌着珠宝的 用象牙雕成的大门前 步入大门来到一个大院 院中有座高大建筑 大厅内铺满各色的丝坦 大厅的窗子开着 窗外树木繁茂 厅内摆放着一座中空雕像 腹内装有乐器 清风吹过发出响声 人们听之 以为是雕像在说话 小姐坐在大厅里 望着出入的人们 当她看到舒尔康时 便立刻站起身来 走上前去 拉着她的手 让她坐在自己的身边 问她休息的好不好 舒尔康为小姐祝福 然后在小姐身旁坐了下来 小姐问 你知道关于情人之间的什么事情吗 我读过一些情诗 舒尔康回答 那么你就背诵几首 让我们来听听吧 舒尔康引用道 我不能说我爱阿兴 虽然她有婚约在先 我曾见森里门落泪 因为他们受尽了奸凹 他们听阿兴诉说 也会跪倒在阿兴面前 小姐听罢 舒尔康的吟唱说 库塞尔的诗句 《文字精炼》 讲究修辞 像阿兴姑娘的美貌 描述的淋漓尽致 诗人还有这样一首诗 阿兴控告史姆斯 判决并将有利于阿兴 若能找出阿兴一个短处 天神必将挑言者羞死 引用完 小姐还说 剧传阿兴姑娘长得很美 她又说 王太子 加弥勒的诗句你读过吗 如果读过 就请给我们朗读几句吧 舒尔康说 我读过一些 舒尔舒尔康 朗读了加弥勒这样一首诗 你想杀我 而不想杀他 除你之外 别无牵挂 小姐听后说 王太子 你朗读的很好啊 阿兴姑娘终究对 贾弥勒有何 希望 这是贾弥勒有 你想杀我 我不想杀他的诗句呢 舒尔康说 小姐 阿兴姑娘对 贾弥勒的希望 就如同你对我的希望 也许这样的话 不会使你高兴 小姐听舒尔康 这样一说 禁不住笑了起来 二人把针对影 直到白日西沉 夜幕垂降 小姐站起身来 走去就请舒尔康也去睡觉了 一直睡到次日 大天亮 舒尔康醒来 女仆们照例击打铃骨 弹奏着乐器 来到他的面前 向他行稳定理 并且对他说 请吧 我们的小姐请你 到他那里去 舒尔康站起来走去 女仆们敲打着铃骨 眼斗着乐器 陪伴着舒尔康走出小院 来到另一个大院 看见那里有许多尊雕像 还有数不清的飞行 走兽的造型 舒尔康见之惊异不已 随口引道 胸前堆满金是珍珠 脖子上挂着项链 面似黄玉香 玫瑰 银子铸就 雪白涌泉 紫罗兰装点青丝 浩凡抹眼帘 小姐看见舒尔康站起身来 上前拉着他的手 让他坐在自己身旁 小姐说 你是欧美尔努阿曼的儿子 想必会下象棋吧 舒尔康说 不敢说会 但可对异一阵 可是你千万不要像 世人们笔下描述的那样 舒尔康引用道 爱神使我取附身 我将爱之 甘露畅饮 取来像其对异 白子黑子难以同时欢心 如果看见成悔 皇后之败便成真 你若看他的眼 抗拒你的就是那眼神 小姐让女仆拿来棋盘 摆上棋子 二人开始对异 舒尔康没走一步 总要抬头望望小姐的面孔 所以经常放错棋子的位置 不是马战相位 就是相白马位 引得小姐美美 打笑不止 小姐说 王太子 看来你对棋义不大通啊 舒尔康说 这是第一盘不算数 舒尔康输到第一盘 又摆上一盘 从小姐下起来 第二盘 第三盘 第四盘 直到第五盘 小姐全赢了 小姐望着舒尔康说 不管怎样 你一盘也赢不成 舒尔康说 小姐和你这样的姑娘下棋 还是输了好 之后小姐吩咐女仆 端来饭菜 二人吃过后 洗了洗手 又让女仆送来酒 二人对饮起来 片刻后 小姐命仆人拿来竖琴 小姐本来就是弹奏竖琴的高手 她边弹边吟唱 时光有曲有声 如同有线有缘 游历时只管受其异 离开我 切勿怠慢 二人对饮 直到夜幕降临 那一天比前一天要好 夜晚来临 小姐回房休息 舒尔康也就请去了 一直睡到大天亮 第三天清晨 女仆照例敲着铃鼓 弹着乐器 把舒尔康接到小姐的厅中 小姐看到舒尔康站起身来 拉住她的手 让她坐在自己的身旁 说道 休息的可好啊 舒尔康说 多谢小姐关照 随后小姐抱起四仙情 欲止轻弹 边弹边唱道 不要盼望离别的日子 离别味道真苦 夕阳落山时 色成美 色黄原字苦问书 歌声未落 一阵嘈杂声传来 舒尔康和小姐抬头一看 只见一群直剑握毛的壮汉闯入厅中 其中多数是武将 各个手握着寒光的利剑 一个大汉有罗马语说 舒尔康 你已经落到我们手里 你就等死吧 舒尔康听大汉这么一说 心想 说不定这位姑娘在欺骗我 用缓兵之计将我留在这里 好让她的手下将我深情 不过我也是自投罗网啊 她望望小姐意在责备她 当年的女子脸色顿时辣黄 猛的站起身来 对大汉们说 你们是什么人 正好在我这里如此无礼 站在前面的一位武将说 尊敬的公主西式之珍珠 难道你不晓得眼前这个人 究竟是何人吗 我不认识她 她是何人 她就是征服了许多国家的骑兵统帅 占据了若干城池的欧美尔努 阿曼国王的皇太子 舒高尔康啊 她攻克过许多城池 占领了无数城堡 这个消息是志多兴 扎特达瓦西老夫人 告诉你的父王哈杜布国王的 而且国王陛下已经证实了这种说法 你若能擒住这小子 就是为罗马军队消灭了一个劲敌头领 小姐听了这番话 抬头望着她 问你是何人 那个人答道 我叫马苏拉本卡什里代 是你的奴仆卡什里代将军的儿子 小姐问 你为什么不经允许就闯到我这里来了呢 尊敬的公主 当我来到大门口时 任何侍卫都没阻拦我 而是全部为我们带路 按照常规 每当有别的人来时 他们总是让他先站在门外等候 经过允许后方才允许军门 现在不是解释我的行为原因的时候 因为国王陛下正等待我们将他生情带到国王那里去 你也知道 这人是伊斯兰大军的火种 将他杀掉就可以让伊斯兰大军撤出去 从而避免与他们进行交战厮杀的麻烦 小姐听后说道 这种说法是不能接受的 达特达瓦西老夫人在说谎 他说的不稳和事实 凭耶稣启示 这个人不是舒尔康 也不是我抓的俘虏 而是我的客人 你们不能对我的客人采取无理行动 即使我们弄清了他的身份 知道他就是舒尔康 不应该得到我的款待 我也不能让你们抓他 因为他已经在我的保护之下 你快快禀报我的父王去吧 告诉国王陛下 就说达特达瓦西的话不真实 真实情况并不像他老夫人说的那样 马苏拉说 伊普利辛公主 我把他带到国王那里 我是不能去见国王陛下的 伊普利辛公主说 没有这种事 这是低能的表现 因为他只是一人 而你们上百武将 来请他这么一个手无寸铁之人 怎好如此轻易斗手 你们若真的与他比试一下 就一个一个的同他较量 让国王陛下看看 究竟谁是真正的英雄 讲到这里 眼见东方透出了 黎明的曙光沙克扎德 戛然之声 感谢观看或收听大妈的多重宇宙 我就是大妈 祝大家生生不息 繁荣昌盛